天坑目前的進度嗎? 好,其實發生之後,第一時間我也到現場去看 也正式要求我們接下來對全台北市 所有的建築工地 特別是正在開挖的總共有102處基地 我們要求全面清查 而且今天開始一週內要檢查完畢 第二,其實我們也針對周邊受影響的住戶 做預防性的疏散 所以包括總共有5戶10名的住戶已經安置在旅館 昨天我也特別去看了這些安置的民眾 昨天晚上7點,我們已經灌江填平 預計今天就會開放行人通行 那我想一定要確保相關安全無遺之後 才會讓住戶安回 好,謝謝 好,再見